Hello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香港找工作的问题 那我最近看到很多在香港研究生毕业的同学 在网上抱怨说很难找到工作 也有一些是高才优才过来香港的人 有的人背景是在英国和美国读的世界名校 也抱怨说投了很多简历 但是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那然后这个消息呢其实也上到新闻了 我自己呢就一直强调人做事情是跟思维有关系的 那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在回想以前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也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有发愁过 我很多年前拍过一个视频 我是如何后来有很多公司 我只要面试的公司都会接收我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现在这个年纪在拍这个视频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跟思维有关系的 思维决定命运这个事情我是非常相信的 我也相信这个秘密那本书写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很神奇 但是当我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回想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好像看起来是由于你想 它才会出现的 但是呢大家如果只是看秘密这本书 秘密这本书里面只是强调了一些事情好像很神奇 但是你要追究源头 就是秘密这本书的作者 他曾经看的那本书是告诉大家思想要加上行动 其实最难的就是行动 take action那个部分 想法就很容易 反正没事你也可以想一想 大家其实都是有梦想的 只是有的人把这个梦想是不是放得非常集中 那么就变成是你只遵循秘密还是你没有遵循秘密 好那你只是在思想上遵循了之后没有take action 这个也是不行的 最重要的是行动的部分 所以想法是非常重要引领到你有了这个想法 也没有去做是不行的 搞工作的录取跟录学的录取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要先写一下自己的pactation 自己的这个这个志愿书 给一下自己的计划这个文书 就是让面试官从众多的applicant当中能够把你挑出来 你要around他的interest就是引起他的兴趣 他愿意去继续的去面试你 那其实你走到面试这一步就恭喜你 其实已经是一半的成功了 他看我的频道也常常知道 我强调就是大家在香港进行找工作呀 还是进行留学都好 一定是面试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背景当然也很重要 那一定是你的文书的有趣度 还是这个面试当中的表现的态度 一定是比你的学历更加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有面试过别人 那我我作为面试官的我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他很阳光 他他是不是我我是不是愿意想跟他一起工作 或者一个人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可是他的态度好像他学历很高 那他来了之后就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待遇的那样的态度 我想说大家如果你作为面试官的会选择哪一个 所以无论任何的面试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脑心当中要Divertify 我们自己是Divertify的idea 我们承认别人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要接受任何不同的想法 我们要喜欢别人不同的想法 从你的内心当中去喜欢别人不同的想法 这样的情况下你表现出来的态度 那么对方是觉得说你你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或者是你愿意跟这个公司的想法是一致的 你愿意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 你也愿意去学习这个公司的文化 你有愿意学习的这种态度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面试的重点 就是你要办任何事情想要成功的重点 就是你要让自己的脑筋变成一个多样化的脑筋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每个人看待一件事物的 我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filter 就是我们没有听到别人想听的东西 我们想听 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想要听的东西 或者说你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的 别人其实没有听到你传达的意思 并不是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就能够理解同样的东西 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只是描述了这件事情 可是他听到的 他理解的并不是你想要传达的 有可能他就理解错了 所以两个人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起冲突 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看待的角度不一样 这个谈判高手一定是在脑筋当中 有不同的接受度的 这个接受度就是别人怎么想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愿意理解别人 我愿意接受他的不同 他的diversified idea diversification 这种多样性 这个是一个成功人士 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在某个领域做的还不错的一个成功人士 他们具有的特性 好那我就下一个视频再跟大家分享 如何能够跟别人友好的相处 下面进入今天日语学习环节 那由于关于职场的单词 在上一个视频好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一部日剧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那这部剧是2018年就已经播出了 我是最近才在Netflix上去回看这一部剧 它是一个推理杀人的一个电视剧 那故事是讲的在一个猛熊里面 大家呢就突然有一天玩一个游戏 把自己想要谁死 不喜欢谁想要谁去死的这个名字写下来 然后大家互相抽 结果怎么就发现呢 真正写下来的人是写下的人 一个一个的都真的被人杀掉了 然后就是在破案的过程 那很有意思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在这个当中呢可以学到一些日文 OK那我大概就根据这个电视剧 总结了几个单词跟大家分享 好那あなたの番です 这个就是这部电视剧的名字 あなたの番就是轮到你了 那下一个就是轮到你了 因为就是谁抽到了谁的名字 谁就杀谁 然后写的这个名字 你就是下一个人 好那下面呢就是 カラカウ カラカウ就是 哎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就是カラカウナ 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カラカウナ 就后面加ナ呢 就是否定的意思 那你比如说 カウナ 就是你不要买了 你买的东西太多了 你不要买的意思 加上ナ呢 基本上就是大人对小朋友 有一些命令的感觉的说法 或者说呢 カラカワレル 我被人取笑了 カラカワレタですよ 就是我刚刚被人取笑了 OK那然后下面呢 就是ホコロビ ホコロビ就是你在这个案子当中 你发现了什么破绽吗 ホコロビ ホコロビ是一个破绽的意思 好那第四个就是 カクス カクシテイル 就是有什么事情好像是在隐瞒吧 就是カクシテンデスネ 就是说口语的时候 一般就是不 就那个イ就不会发出来 就是カクシテンデスヨネ カクシテンデスヨネ 然后这个男主角呢 就会跟这个女主角说 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是 何かカクシテンデスネ 我觉得他们家好像有什么事情 是有隐瞞的 就是他开始怀疑 另外一个家庭有问题的时候 好那第五个是 是堅沙斯还有 堅沙斯就是我们平常会说的警察 我们有事情去找警察 警察的发音是堅沙斯 那如果是堅沙斯其实很少用到 这个检查 检查是堅沙斯 那就是检查官 一般是说堅沙斯康 就是进入到法律程序了 最后要堅沙斯康去解决问题的 那个是堅沙斯康 好第六个 Hint Hint就是线索的意思 Kulu 英文是Kulu 那这部电视剧中当然用的是Kulu 就是这部电视剧中它说的线索 它是说Kulu 那如果是纯日文呢 是Tekakao 基本上很少大家就用那个日文的那个线索了 如果Hint也是一种就是提示 有提示的意思的 那可能真正在这个检查犯罪场景下的这个线索 可能就是用Kulu 好 那么第七个是Sousaku Negai 就是这个女主角发现她先生啊 找不到了 找不到她先生 然后她去警察报案 那警察报案里面当中有一个警察 其实她自己是一个坏人啊 她就说 那如果你要是提交这个Sousaku Negai的话呢 就会走很多的程序 那你不如现在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所以她的意思是说 她就可能就是她知道这个事情 她就把它隐瞒下来嘛 那么就是叫做Sousaku Negai 如果你发现家人不在了 或者家人找不到了 那么我们就要去警察局去做这个Sousaku Negai 就是请警察去调查 那么警察就可以拿着这个批准啊 他们要再去批准了之后呢 就可以上到他怀疑的所有人的家中呢 去去调查去进行搜索 OK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